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的世界防卫消息,想跟大家讲一下美国海军的消息 包括有两艘军兰在圣地牙戈都险险相遇 也有点危险,到最后关头,一些声带流出 他们最后发现,然后互相向左流 在对方的右沿险险经过 这个也有点险情 在圣地牙的湾里做训练,为何会这样做呢? 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讲一下 另一个说到CBN72,南海澳航母,里面着火 9位船员受伤,应该没有大外 航母着火,当然也是飞龙小河 我们来观察一下 最近也看到,美国频频出现了他们的SSBN 即是我们讲到那些灭国级航母船 潜水艇 潜艇这样出来,究竟意义在哪里呢? 今天也跟大家讲一下美国海军的新闻 当然,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点赞 和订阅我们之后,记得点铃铃铃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出的消息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在SANDIGO军港,大家会看到两艘军航 先说两艘商与 其實兩隻藍馬一手叫莫森豪,一手叫哈柏斯廢利 一手是神盾居族艦,另一手是順奧登陸艦 他們主要是星地牙哥,我們也說星地牙哥算是美國海軍的大本營 這是驚險場面,當時神盾居族艦應該入港 另一手是順奧登陸艦出港 當地時間早上是接近10時半的情況 第一個是視線上會否受阻 海況亦是良好 海況不會突然大浪 天氣很大霧,能見度不高 這些全部都沒有 使得很近時,雙方立即以無線電溝通 從一分兩分鐘的無線電溝通中 互相轉變航向 他們本身幾乎在一起 藍堂對藍堂 距離在相片中已經相當接近 我絕對相信在片段中再看會否再近 如果你在現場看到,都相當誇張 這種距離已經是兩艘船殺停 即是最近的距離之一 大家知道海上殺停的船不止陸地 要有不短的距離殺下去 按照計這樣,兩個相遇在100馬位置 已經是很敏水的情況 當然,我相信雙方的船速當時也不高 可能是以10折以下的速度出港 絕對不會開行 甚至以下,可能是7-8折的速度 所以我相信殺停不太困難 雙方應該溝通了 互相扭向左 如果扭左軚 其實應該在右軒互相經過 也有些朋友說 國際海上規備的情況可能會轉右 大家互相左軒經過 我相信以美軍自己的守則規則 應該也有他們自己一套 如果雙方經過充足溝通之後 扭向左其實也不是一件大事 因為始終第一,大家都是屬於美軍的體系 而這條片或照片 我們看不到港口出港的位置 可能扭向左更加符合他們的海上路線配合 不過anyway,這個消息 我相信在海軍來說 都是要做一個調查 暫時在美國第三艦隊的發言人 他在一個聲明中表示 今次這個演習 沒有造成任何船隻受傷、損壞等情況 所以我相信都需要更多情況去談 暫時就這樣看影片 雙方都應該沒有違反海上規則的情況 如果我們觀察兩艘 哈佛斯沛里和蟻沛森 他們出港的路線 很多時候我們計算 如果你撞的時候 先看看你的路線 第一,你本身設計的路線 有沒有緊跟 有沒有偏離 速度適不適合 當然最後一樣是天氣和對方的條件 你再去決定 究竟他有沒有違反守則 或是妄顧各海上安全 最後就炒謎一碟等情況 我有看其他網站 裏面有一位旁海歷史教授 亦是雙船甲板成員 他說法 哈佛斯沛里和孟森 兩艘軍艦 其實在聖地牙哥 他們都在同一個軌道上行駛 他們本身緊貼著一個紅色浮標 即是一個有指示性、安全性的路線走 所以雙方都不算是錯的 問題就是 為何要這麼近 才開始問一個機動性問題 即是他們應該在相遇之前 根本雙方都能夠在雷達 航電的設備上 很早就已經發現對方的存在 大家亦都能夠從對方行進路線 或者雙方溝通時 就知道對方行進路線 所以理論上 如果比較有Alert的船長 在這些情況之下 他一定以海上安全為他的首要考慮 在首要考慮的情況 他就不可能 等到大家都貼到這麼近 才是Alert的事情 南長的情況 頂航軟等等 可能也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在日光日白 能見到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竟然去到這麼近 才突然要問機動的問題 這個很可能是船員的溝通 有機會可能是輕敵 即是沒有真心去看安全 擺在心上的一個做法 亦都看阿里巴克級 整個秋頭過去 似乎你說 阿里巴克級 這架神聚秘族男 就當作自己 好像法拉里一樣 去開 因為兩艘船來說 以敦偉來計 阿里巴克級這架船 就好像對方的大概 約三分二 一半左右的級數 所以對方的船奧登陸男 一定是笨重很多 從船型都看得出 它肯定不是活潑 肯定是肥仔型的 但是你看到阿里巴克級 這種瘦削一點 雖然以軍艦來說 都有點肥 瘦削一點 以及機動力更好 會不會覺得自己的船 移動和扭向都不錯 所以會有一個錯覺 覺得它可以很急停 然後轉頭開 領開 問題都不大 如果真的這樣 這也是美國海軍 需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海上安全的意識 是否不足 大家看回之前 例如Fish Jerold 或者其他 USS的軍艦 之前 無論是 我們說在東南亞 近新加坡 或者日本 他們的做法 其中有一次 我們說在新加坡的軍艦 又是無緣無故偏離了 偏離了好一點的行動 然後突然急駛向左 結果與另一艘雙船 相撞 那一艘是郵輪 我看回路徑 其實那一艘的郵輪 真是不錯 第一 對方 起碼是10萬噸的郵輪 他肯定不是轉彎 等等 你不要預計他 他正在一個很慢的直線 你規劃了路線 你要他突然改 都可以 你真的要給他時間轉彎 是吧 那艘10萬噸的艦 他不是軍艦 10萬噸的郵輪 肯定是慢的 肯定轉身慢 人家的設計 真的不需要這樣 maneuver的這麼厲害 最重要是 省油乘載都足夠 你看到對方的軍艦 突然這樣轉向 你真的避不及 所以 也是同樣的 軍艦也不是你想怎樣 很多時候 你在海上行進的時候 都要注意海上安全 所以這次當然未必 和上次軍艦擦撞的事件 一個道理就未必 不過海軍艦艇 都真的需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說另一個消息 關於林肯浩 CBN72林肯浩 現在都在武港那邊 他在星期二的早上 似乎發生了火災 也在大本營San Diego 所以這兩天 海軍新聞真是很重要 在聖地牙谷的 我們說的 Aram Lincoln 林肯浩 上面發生了火災 船員很快將它撲釋 現在船仍然留在海上 看上去應該沒有大礙 但今次火災 海軍也有九位船員受傷 他們的傷勢應該不重 其中六位的傷者 有脫水現象出現 然後到星期三下午 其實所有受傷的水手 即我們的船員 都已經在醫療部門出現 他們其實也在船上 也不需要將它移送到陸上醫院 即在這個情況上 代表不嚴重 可能是燒傷、拆傷、脫水等情況出現 未知究竟是救火中間受傷 而在火災期間受傷 不過相信如果燒傷比較大 即情況嚴重的燒傷 都已經送上去陸上治療 所以在船上的話 應該不是很大礙的情況 現在林肯浩在南加州海岸 大概30英里的地方 正在做一些例行作業 依然留在海上 看勢應該沒有影響訓練的情況 所以雖然這個火災出現 似乎不是太嚴重 所以也不需要回到聖地牙哥 這個沒有說的情況 當然我們看到 他們的第三艦隊發言人 又出來說話 他也沒有說到其他細節 包括起火地點在哪裡 沒有特別說 那場火的等級是多少 沒有說的 但持續了多久都沒有說 也沒有特別說到水手受傷 是甚麼情況 例如是怎樣傷化 燒傷 還是跌傷 還是怎樣 沒有特別說 純粹說起火原因 是尚在調查中 當然我們也知道 如果一艘船艦最大的敵人 我們經常說 就未必是導彈、魚雷、對方的轟炸 其實對一艘船艦來說 最危險的是火災 如果一艘船在海上 如果有火災 都真的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能夠靠的 就靠自己 所以大家看到 美國海軍經常都會做消防訓練 整天都有 尤其是航空母艦 就算出行期間 都會做這些消防訓練 整天都會做 原因很簡單 就是在二次大戰 大家看到 美軍的選管 其實與日軍相差很遠 日軍的選管做得不好 經常都會損失軍艦 你看見美軍的選管做得好 所以當時我們說中途倒號 日本都以為你沉 你又無時出得回來 真的扭轉敗局 所以就是 你的選管做得好 你的船 無論是壽命 性能等等 都能夠維持得最好的狀態 選管等於一個人 很鏡錫自己的東西 經常抹油 令他逆久如生 所以我們說 選管這個文化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亦都可能是 我們說 來自於英國、美國這些海軍傳統 去保養船 所以我們說到火竹 如果在不同國家的處理 都會有不同的 包括可能是中國、俄羅斯 你見 俄羅斯處理火竹 一定是非常之差 其中一個最差的情況 大家都記得 今年大約4、5月的時候 當時莫斯科豪 號稱 俄羅斯黑海艦隊中 光榮級一艘旗艦 都是一艘很大 過一萬軍的軍艦 被烏克蘭的魚雷 或黃星反艦導彈 當時擊中 兩飛擊中 理論上 這麼大的軍艦 當時沒有立即沉 對方 照計算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處理 但問題是 你穿了火之後 似乎沒有適當處理 失火的情況 都好像保持了多久 一路這樣燒 一路這樣燒 當然對船體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這樣燒發 即使不沉 Turnout 藍都不能用 所以如果你看到英美 這些情況 就立即止血 即是要先關火 一定要先關火 所以這一刻 我看到莫斯科豪 都非常奇怪 一路燒 燒到最後 拖拖拖拖 就拖到它沉了 非常奇怪 如果這個選管做得不好 一手萬噸的軍艦都可以沉 這個應該給俄羅斯海軍的教訓 是十分巨大 亦都在現代戰爭來說 很少看到一手過萬噸的軍艦 這樣沉了 真的很少見 你想想上次福克蘭群島 到今時今日 這架都應該是福克蘭群島 之後沉的最大的一艘船 這個亦都可以看到 美國和俄羅斯 雙方的海軍實力差距 你真的從處理意外 你便會知道 他們平時海上守則 如何自軍 以及如何保持戰鬥力 都是一個很明顯的範例 不過 美國海軍都不能調以輕心 因為始終火觸這些東西 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療緣 上次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說的好人李察浩 這艘LHD-6 真的很浪費 首先我們說到 好人李察浩公積顯赫 公分顯赫的一艘船 我們都說過 經常性過來太平洋這一邊 我們從小看到這艘LHD-6 我們從小看到這艘LHD-6 都很熟悉 這艘LHD-6 它亦經過改裝 它本身可以上面搭載F35B 經過兩億多美金的改裝 這艘LHD-6 就算有官員縱火也好 這件事都需要 他們再仔細想想安全的守則 包括艦上的船員 無論在裝修或修緝期間 究竟安全要如何處理 今次有些比較有敵意的艦員 去做一個蓄意的破壞 那你下次怎樣去防禦這件事呢? 你不能夠 每次都是因為艦員的自律 解決這件事 例如你裝機器也好 消防設備也好 等等 應該怎樣做呢? 因為都可以這樣說 艦上其中的意外 都是修緝期間 因為有很多異然物品 例如天拿水也好 油漆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異然物品 那你在現場中 那些消防應該怎樣處理呢? 我相信你都不要說艦上 就算你陸上的建築物 你都隨時要有一個適當的消防裝備 消防設施 維護設施和人員的安全 所以我也覺得 美國海軍今次都要去看一看 可能長火是小火 算不算一個可以避免的意外 如果今次的事件是特別的 或者研究過這個 可能是之前在安全考慮上 沒有想到很周到的地方 都應該在接下來的protocol上寫得清清楚楚 在menu上 告訴大家 做消防或者inspector要注意 有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亦會產生火災的危險性 始終都是那句 海軍的艦艇上面著火 是很危險的事 亦都說 水面的艦艇都還好 水下就簡直是致命的 就是我們說潛艇 很多爆炸、失火、船員 全部窒息而死 全部都和火災 很有關係 例如燒著電池、漏電、產生毒氣 真的非常常見 所以今次這兩件意外 我都覺得兩次都不算有什麼很大的事故 但其實都需要做一個檢討 兩艘相撞那些 真是可能和船員比較麻痺 在自己軍港內有關係 南韓航母的起火原因都需要調查好 保持美國海軍在海外的戰鬥力的重要 好了,這一節我們說到美國海軍的安全消息 來到這裡 請大家幫忙 包括收下廣告 亦都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記得按鈴鐺 按鈴鐺 第一時間可以收到我們節目通知 另外亦都可以考慮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就是Patreon.com slash TigerNHK 可以支持我們廣東話軍事文化 另外如果力之能級 便可以除完課金給我們 包括火燈、銀行、Payme、轉數快等等 海外朋友可以用Youtube的功能 或者PayPal支持我們 多點留言、Like、Share 我們節目支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防衛消息、瓦蘭戰報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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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